周三,部分遇难者家属抵达坠机地点广西吴州腾县绿村 但受到事故现场工作人员的阻拦 3月21日,东航MU5735客机从昆明飞往广州途中 突然从8867米高空垂直坠落 速度高达每小时845公里 机上132人,目前没有发现幸存者或遇难者遗体 周三,中共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找到一个黑匣子 但没有确定是数据记录器还是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中共当局还派出公安人员管控现场 公安部门已对现场进行封闭管控 对于失事原因,朱涛没有说明 本次事故,飞机损毁严重,调查难度很大 中共官方称,失事当天天气试航 且根据机组与地面单位通话记录 飞机在航行高度骤降之前 机组与空管单位的通信都正常 我们得到的信息显示飞机在航路上的天气情况是正常的 而且空管部门也没有接到任何有危险天气的报告 坠机事故是否为人媒因素,目前无从得知 新唐人记者林一综合报道 新唐人记者林一统合 latest 新唐人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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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唐人军